哎呀 加量力霸道轻量版1.0和2.0到底有什么区别 来我们现在给大家试一下是500克的砝码 一斤 一二三 你会发现同样一斤的重量 明显我们二代的硬度会硬很多 这样的话我们在抛头跟控鱼的时候 这个杆子就更有腰 而且更强劲 好我们再看看 它到底能挑多大的多重的重量呢 扛得住吗还好吗 轻轻松松 你看轻轻松松 一个小时都不太累的 你们相信吗 好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再来看 好 现在已经过去了五分钟 你感觉怎么样 没问题 没问题的都没问题了 我们再过二十分钟再过来 先来给大家测试 加上你霸道七两百二点零升级版本 一千克调重 来 调起来之后啊 一千克也就相当于两斤的重量 你会发现 它目前 就是这几节 还没有到这个手把节 有太多的一些发力的位置 OK 成功调起来 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赏两千克 OK 现在我们霸道2.0版本挑战两千克 来 两千克之后 大家来看一下整体这个杆子的弧度 来 两千克 你注意看啊 两千克它前面三节到四节已经有要力了 手把节这个时候还没有起到它的作用 而且手把节还没有弯 来继续 三千克 现在来看啊 我们现在一个大的砝码 一个小的砝码 一共是三千克 来我们开始 我们三千克 二点零版本 准备开始 这个时候 小心 三千克 你看我轻轻松松 还是能起的 整体的过度也非常好 OK 三千克 来我们上三千五百克 那么三千五百克就基本上能够达到我们这支杆子的一个标准 发到清凉版 二点零升级的大物杆 继续 现在我们挂的是两千克一千克和五百克三千五百克 来准备开始 它到底能不能扛出呢 拭目以待 我们霸到清凉版二点零升级版这款杆子 看看今天能不能挑战三千五百克 来 往上 来 来 哇 漂亮 起来了 三千五也起来了 我觉得还要继续再突破一下 能不能调到四千克的调重 就是 三千五已经起来了 来我们现在准备了一个两千 两个一千 一共四千克 四千克 看看到底能不能起来 来准备 霸到清凉版二点零版本 四千克开始 五十 那么四千克就相当于是八斤的重量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杆子能不能扛起八斤 那么八斤到底能吊多大的鱼呢 来 一二三 起来没 起来了 漂亮 四千克也已经把它吊起来了 而且整体的弧度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然后我还想再往上挑战一下四千五能不能扛得住 来再加五百克 四千克起来之后我们来看啊 一个两千 然后四千 四千五百克 那么一共是九斤的重量 我们来试一下它到底能不能扛起来 平掉九斤 加掉一半到清凉版二点零版本 开始 我们注意看整体这款杆子的调重 我们设计之初啊是按三千五到三千八的标准 但是四千克已经起来了 来四千五 漂亮 四千五 依旧把它挺起来了 但是我还想继续把这个杆子抱一抱 什么叫清凉版 就是要手感轻 重量轻 但是调动要大 这就是清凉版大物杆 四千五没有抱 那么五千克 这款杆子基本上要抱 来准备开始 我们加量一半到清凉版升级版2.0的这款鱼杆 五千克 哎呀 哎呀 好 四千五起来了 五千克已经爆了 那就这样的一款鱼杆 你看 升级版2.0的 加量一八到清凉版 你能接受吗 四千五百个 九斤的调重 马上 即将上市